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测评的是这款 Astelift的BB霜 它Astelift它这个牌子啊 它是属于那个什么 富士胶卷旗下 然后富士胶卷呢 它不只是说 不是说只是卖胶卷的 它还有那个什么 富士胶卷的旗下还有药液啊 护肤品啊什么 就是产品线就是还蛮广的 所以所以那什么 它还是很有钱的一个集团 然后它家的这款 这个Astelift 这款BB霜 防晒指数非常高 它有35 它有50 防晒指数有50 然后这个自身糖呢 它只有30 这个它也是日中用美容液 在水乳液之后用这款式 嗯 它可以替代那个隔离 还有粉底可以用欸 我好期待啊 它家的那个 它家这个牌子啊 其实它更适合 就是有抗衰老需求的女性 就是说 你起码过了26 28 应该开始就是抗衰老了 就就跟它家 就是它家性价比就挺高的 那个 它是属于日本的那个开价产品 但是它的开价里面是属于贵的 只是它的销售渠道是走开价 是美妆店啊 还有那个药妆店的开价 开价中的贵妇 我先打开咯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质地啊 感觉它还是比较乳状的 不是很 不是很流水状的那种 我先 我先大家看一下我皮肤状况哦 老样子 眼下有斑点 然后 毛 毛孔 然后鼻子上有毛孔 很大很多毛孔 然后这边有这边毛孔 然后红血丝 OK 然后我先上个半个脸吧 先上这边吧 我用手上 诶 好水水的感觉 给大家放大哦 也是像那个 像那个自身糖的那个 那个水膜感 诶 那大家都 开始玩水膜感了 拿个小镜子 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觉得它的毛孔遮盖力很好耶 然后 看我半张脸 我大概就画了这么 这么 这么一部分 我感觉 我感觉 还行耶 我把我把 我把这个额头夹起来 我觉得它的毛孔遮盖力非常的好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再放大一点哦 你看 这半边的毛孔 能看到吗 然后 翻过来 是吧 是吧 它的毛孔遮盖力相当的好耶 对吧 它的遮瑕力很好 毛孔遮盖力很好 它盒子上也说它的毛孔遮盖力跟那个那个 毛孔遮盖力很好 好像是真的 这个这个好像是真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 继续继续把这段边脸给补齐啊 那我觉得可以啊 这个好像可以啊 现在是中午12点45分 上一点遮瑕 我感觉它的最白色并不是太白的那种 然后我会用一个天使粉 5点23分 也就是上妆五个小时 给大家看一下哦 情况 哎我觉得 哎呦我觉得持续力蛮好的耶 我再看一下 看 我觉得毛孔遮盖力很好耶 我觉得 在现实生活中 看起来那个肌肤状态更好看 比如说它是法力纹这边有一丁点的卡纹 然后 肌肤状态我觉得很好 鼻子上出油 其实不太多 我觉得 不太多 给大家看一下哦 是吧 是吧还可以吧 我觉得 我给这款打分有点高耶 我觉得 除了它的最白色啊 好像我觉得比我的肌肤稍微暗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我后面再用一下这种 比如说我用这个Tunny的这个 带点白的那个 那个蜜粉 一盖问题不大 然后 它稍微有一点 肤色上稍微一点一点的暗 但是问题不大我感觉 妆效 妆效实在太好了 妆效太棒了 我感觉 我感觉这款可以 整个妆效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个 嗯 如果 跟这个相比的话 我觉得 如果你是油皮 用这个 或者偏油的皮肤 用这个 然后 面部遮瑕 不是太多的话 用这个可以 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的 比如说遮瑕 需要点遮瑕的 然后 或点干的 用这个 肌肤 干性肌肤 混合性肌 用这个 油性肌肤 需要少用一点 但是它 我觉得控油 控油力还是蛮好的 这款 这款 这款就遮瑕强一点 这款就更水一点 这款 这款 这款那个那个 防晒高一点 这款防晒低一点 性价比 我感觉好像是 这款高 但是这款的颜色 稍微深一点 这款颜色 好 好难取手 好难取手 这两个都不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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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